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女士今年40岁,平常饮食上非常重口味 近期她出现了反复咳嗽的现象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 但却持续了二周没有好转 在丈夫的敦促下,刘女士才去医院检查 结果得知她患上扩张型心肌病 也就是心脏变大了 医生经询问得知 重油重炎的饮食习惯 是引起刘女士发病的诱因之一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刘女士的症状有所缓解 医生建议继续住院观察几天 但刘女士执意出院 依旧延续了往常的饮食习惯 每天摄入的盐分含量非常高 谁知三个月后,刘女士就突发脑梗塞 抢救不及时离世 1. 高盐饮食 伤全身 1. 亦引起高血压 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发生的诱因之一 摄入盐分过多会导致体内水纳流 引起血溶量增加 并且会导致细胞内纳离子水平增加 引起细胞水肿、血管腔狭窄等 从而导致血压升高 2. 脑血管疾病 除了高血压间接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之外 近年来发现一种被称之为肠脑轴的反机制 肠道通过免疫系统和大脑进行沟通 而高盐饮食会使肠道内发生剧烈的免疫变化 导致大脑受到自身免疫系统的攻击 从而损伤脑内血管 伤害脑部健康 亦导致认知障碍出现 此外 牛皮旋 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炎症性肠道等疾病 也和这个机制有关 3. 亦诱发癌症 胃癌是我国患病率和死亡率排在 前三位的肿瘤 诱因之一就是高盐饮食 2016年 国内有一项科研报告指出 经常食用高盐饮食会增加发生胃癌的风险 长期高盐饮食会刺激胃粘膜 引起萎缩性胃炎发生 而后者和胃癌的发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2. 这样用盐好处多 在生活中建议做菜时使用盐勺 中国疾控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平时做饭使用2克现盐勺的人 3年后平均每天的食用盐摄入减少了3.49克 而不使用现盐勺的人平均仅减少了2.2克 这些使用现盐勺的人群 3年后血压降低的幅度也更明显一些 除此之外 建议在生活中可以使用多种调味料 如醋、柠檬汁以及葱姜等 这些食物可以有效减少盐分不足带来的口感降低问题 延伸,点盐有害健康 在网络上有很多文章说吃点盐有害健康 这其实是个非常不科学的说法 点盐被称之为质力元素 是维持体内甲状腺功能正常的必须元素 缺点会引起一剂烈疾病出现 对于不同时期的人群会带来不同的危害 绝大部分人群都需要食用加点盐 除了两类特殊人群 本身处于高点地区的人群 假抗患者 这些人群不建议额外食用加点盐 除此之外的其他人群 都需要食用加点盐来补充点元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盐分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一个元素之一 但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摄入 要保持健康的摄入盐分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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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盐分量